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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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等一下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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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为什么要先跟大家 先去谈这些股票 未来你所要注意的 我再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你会觉得 被动元件到底要不要 狂涨一下 我告诉大家 里面有股票已经在准备了 当然前面是休息整理 简单来讲当被动元件 当被动元件 涨价再涨价的时候 它的涨价效应 你会在后面看到 比如说举例 四月出涨价以后 那四月你就会看到 所谓的叫做四月的营收 你要五月份才看到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股价 如果没有表现的话 麻烦各位 你再等一下 那么等一下什么意思呢 当股票有拉回的时候 我都认为是好机会 今年你要在被动元件上面 要赚到钱 我先跟大家这样说明 所以基本上股市很妙 当昨天那种心情 突然消失了 什么叫做突然消失 昨天叠成那个样子 感觉真的很不像话 是吗 来 半导体的产业 你应该很清楚 IC设计 细晶圆 晶圆代工 封装测试 是不是这样 这样下来 对吧 细晶圆 前面那一段 在涨 最早的时候涨 晶圆代工 IC设计 细晶圆 好像 大家不怎么捧场 是吗 所以它没有涨到 那该不该它涨 改 不要说细晶圆 连封装测试 你都很难想象 对吧 我告诉大家 封装测试场 整个产线都是满满满 产能都塞爆 尤其那种车用的 我现在跟大家讲 车用的 塞的满满满 你说它们能不涨 我现在问大家 细晶圆 是吧 恭喜大家 我再说一次 等一下再来跟你谈 封装测试 恭喜大家 不变的定律 叫做什么 工序关系 对吧 半导体 这边有上游的雷津 大家注意看 这叫涨不停 对吧 这叫起筹码 是 你说我看到 都会背了 当我今天 我要去做一档股票 我说 我不要它一根涨 我不要它一个短线 我希望做它一个波段 我过去已经举了这么多例子 给大家听了 我就举 昨天的例子 等一下 昨天 大盘 吓了你大跳 然后我跟大家讲说 不要担心 我是很乐观的 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的任务 就只有一个 昨天气死我了 对吧 大家有看我节目的时候 我昨天有点火大 那么火大呢 怎么可以这样 明明就差五毛 对吧 碰到大盘震荡 我尽力了 昨天我有跟大家讲 我尽力了 但是我有跟大家讲一句话 麻烦你去看我昨天 登峰造极的节目 我说 我要补给大家 麻烦各位自己去看 所以我们不看VCR 好吧 我们不用看VCR 有空你自己回去看昨天的影片 周末愉快 今天的任务叫做亮灯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给它亮灯好不好 那当然要亮灯啊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 我昨天我造成的遗憾 我今天一定要让它亮灯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恭喜大家 亮灯涨停 好不好 亮灯涨停了 来我跟你讲 再创波段高 周末愉快 好不好 这个亮灯我就图就印了啦 所以它后面打开来那个都无所谓 我现在再跟大家讲 打开来那个都你就不用管它 我们的任务叫做 我们的任务叫做 亮灯 对不对 没错 任务叫亮灯 那等一下 它会发生一个情况 昨天有 昨天有观众打电话来问 说不对 他问我助理说 不对吧 你这样子不对 因为昨天老师在节目里面 有讲了一档股票 然后怎么样 你现在报给我这个股票代码 不就是 就是啊 那还就是 就是啊 那到底该怎么做 买啊 真的可以吗 就 好吧 我现在先讲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当我的助理告诉你 股票代码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不对啊 你会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对 因为昨天 礼拜四的时候啊 我现在把它打开 大家就知道说哪边不对了 好不好 那如果你去买 会有什么结果 就亮灯涨停啊 是不是 等一下 那你在不对 你不对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等一下 我现在把 大家想的 我现在全部告诉大家 来 重来一次 好吧 昨天请大家打电话 说我的助理会很懒 只会告诉你股票代码 对吧 股票代码 那股票代码呢 等一下 我偷看一下 我偷看一下 这股票代码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怪 对啊 对啊 你为什么会觉得很怪 怪在哪里 我问大家一下 你昨天有打电话吗 你昨天有打电话 报股票代码给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觉得怪 怪怪的 台胜科 不是 老师你有没有在开玩笑 没有啊 你再麻烦你各位去看我礼拜四的节目 好不好 因为礼拜四的时候 我说我生气了 插五毛 后来不是压回 昨天我在节目上我有跟大家分析 我说 我尽力了 来 没关系 我补给大家 本来他叫四排标股吧 是不是没有亮灯 插五毛 对不对 昨天大盘震荡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跟大家讲 来 我会补给你 来 再来一次 各位请问有没有亮灯 有亮灯 同一档股票 是不是 那我问大家 当我在发call讯的时候 我在发涨停叫做10点20分 我图都印好了 我的任务就只有亮灯了 我昨天插五毛 我昨天插五毛 等一下 我昨天插五毛 我有遗憾 不能说我生气 那因为大盘是震成这个样子 那大家也要获利调节 短线在跑 我也没办法 但是没关系 我在想跟大家讲 周末愉快这件事情要做得到 因为昨天该跑的也跑了 今天短线进来 大家很开心 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他亮灯 当你愿意操作 当你愿意跟着我操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那怎么还有这一招 当然有这一招 你忘了 如果你曾经看过我们登峰造极的节目的话 我还不止一次这样做过 对不对 那现在想 对还真的 各位我先恭喜大家 那第二 好吧 那即便是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今天的行情 你要带着希望来迎接下个礼拜 甚至迎接五月 五月天 各位 我要讲重点 每个人都想赚钱 但是能够赚大钱的不多 我先跟大家说 即便在这个行情里面 你能够赚大钱的不多 因为 你往往掌握到标股 而你却没有办法跟着他一起走 什么意思呢 他还在往上走 你先跑了 你走你的 他走他的 你先走了 他还在往上跑 对吧 你找到标股了 可是怎么样 没有抓住他 你曾经买过 但是你把他放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而且 你会很怕震荡 跑掉 对吧 大部分人都怕震荡 尤其一个大幅的震荡 这个时候洗筹码最好 一甩 该跑的都跑 然后继续攻 你就会看到很多创新高的股票 都这个模式 所以各位 震荡的时候要怕吗 在这多头行情里面不要怕 我再说一次 接下来就是股东会准备登场 股东会登场 当然融券要强制回补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不要去针对中小型股 那一些很飘悍的股票去放空 我在那边再跟大家建议一次 不要去针对中小型股 那一些股价很飘悍的 去做放空动作 因为有股东会的融券回补 好 重点来了 既然如此 你说 标股不要放标 对吧 那好 我问大家 我现在跟你讲 五月还没到 请你准备好 好吧 我下礼拜就要开始了 狂标五月天 注意看 骑兵标股群 注意看 骑兵标股群 狂标五月天 这边的QR Code上面写着叫赚大钱 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QR Code里面 你要做的事情先去扫描 手机扫描进去之后 目的 你要赚大钱 目标就是赚大钱 对不起 不是赚钱 要赚大钱 我说 这样子 那当然要赚大钱 一定要有标股 我先跟大家讲 这里面是不止一支 我先跟大家说 不止一支你看完你就会知道 他叫骑兵标股群 而且叫狂标五月天 怎么样 标去五月 从四月下个礼拜 四月标到五月 各位你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昨天那个行情让你害怕 我觉得在这个高档的位置 任何的震荡都是合理 真的都是合理 我过去讲了这么多这些产业 我现在所看好的包括PCB里面的股票 我也都跟大家讲过 我说那种震荡拉回最好 下礼拜 我还觉得你要去注意封装测试 封测股 你准备去注意那些股票 所以各位 你想想看 我们在股市里有这么多机会 什么时候 我们找到了标的 然后你居然去把他放过 什么意思 他会标 他会狂标 结果他刚开始标 你就跟他说再见 谢谢你 给我的10% 他会问你说 那后面的80%你不要吗 对啊 要当然不要 不要吗 要啦 我跟大家讲 哪有不要的 你说你看到一根掌停 你把它拔挡 拔挡以后它后面继续涨 可不可以追 这是我最常碰到的问题 可不可以再追回来 老师可不可以再追 可不可以再追 我就会问说 你为什么要卖 我想说我会怕 那你现在追回来 你是不是要准备卖 对 你怎么知道 对啊 你只是想跑短线嘛 对吧 那何必呢 没有缘 我跟你讲没有缘 就没有缘分 你知道吗 各位你想想看 你现在所操作的那些股票 哪一档让你真正操作到一个波段 你去赚到大钱 哪一档 你是跟他有缘的 你为什么跟他不离不弃啊 陪着他成长 越涨越高 越涨越高 有没有 那才是有缘的股票 那我跟大家讲 你就算我今天我跟你结缘 好不好 好啦 我先跟大家说 我劝你好不好 你赶快把QR Code扫描进去 好不好 你先准备好 我们下礼拜出发了 骑兵标股群 狂标五月天 这个标股群会标到五月去 就这么简单 先告诉大家 你做的动作也很简单 你手机一定要扫描 这两颗一样 两颗内容是一样 那我这边只是告诉大家 你的目标是要赚大钱 对吧 扫描 因为我准备进广告 所以各位呢 等一下呢 如果还没扫描的 广告回来 再来扫描 好吧 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2021 贵气金牛来报到 188超值限定 让您油气冲天 无往不利 超值专线 02-8512-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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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扶直播 立即上线 亚太国际证券投资 官网服务 欢迎如丽临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资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资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资 02-8512-5858 涨停 涨停 又涨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资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开启投资新企业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了回到现场来了 从今年我们看到 不管在ABF 我讲的整个PCB产业 从上游的材料 从铜箔 铜箔基板 然后到PCB 我认为机位都很大 曾经我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我在看 我上次来跟大家讲金像电 你去观察一下金像电 因为南电也涨多了 其实很多股票都很棒 我先跟大家说 现在重点在于说 你该什么时候切进去 比较重要 因为当法人准备大买的时候 如果你在里面 那你就赚到 不然还要让他先买 你再买嘛 对吧 然后他在出销期 然后走高的时候 你再去供 你供 你供不上去 当然让他供 所以我们要先卡位卡好 这是我一贯的立场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在产业面 我讲完之后 你会发现 我看的那些标的 当我把它放在YouTube上 我看的那些标的 我看完以后 我就会说明 为什么 我会看好它 未来产业趋势 它会怎么走 所以我也跟大家讲 今年的被动原件 你一定要赚得到 今年的被动原件 一定要赚到 你不要说 什么被套原件 什么什么 那是过去 因为今年事况完全不同 再来 封装测试 这个很猛 我先跟大家讲 汽车电子化浪潮 封测液供不应求 这你过去就看过了 而且车用订单 它的毛利比较高 车用订单毛利比较高 所以当时我也选了几档股票 我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往往在选股票的时候 有个难度 那个难度就是 你会认为那些股票是不会涨的 我举了好多例子 包括金居也大涨 包括伪权店也大涨 那些都是过去 大家认为它不会涨 涨到某个段落就不会动的 那种股票 全部都创新高突破 还在高档 对吧 那我们回过头来思考 封测既然这么好 去年获利这么好 今年还要比去年更好 整个产线满载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涨吗 我在问大家 它可不可以涨 有啊 它当然可以涨 而且法人还在布局 就我在看整个礼拜 法人的外资在买 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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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在买进 各位 那他们一直买进干嘛 所以我讲 到最后 我们总是要挑出标的来说 我们有一个波段可以操作 即便 即便你说 我不是 老师我跟你讲 我不太习惯做波段 不太喜欢做波段 我比较喜欢做 短线 就是最好 你跟我讲 它可以去涨停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第二天 我再来找股票 看有法 又涨停 那这好 五天 你可以这样换五天股票 因为礼拜一 这个也涨停 礼拜二它也涨停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都一直在换 你很棒 好不好 你很棒 那好 那如果不是这样 那我再问大家 如果今天我说 这股票 我带大家操作 这个叫基本款 涨停叫基本款 对 因为重点在涨不停 不是吗 我先跟大家讲 涨不停的股票 有多快乐吗 股票在创新高 所有人都赚钱 就看你在什么位置 卡进去 对不对 好吧 就是举个例子 我说请你试拍 我当时是不是 你买一张就好 不要买 或者不要买 对不对 买一张 或者不要买 或者买十张 记不记得 那一天我请大家试拍的时候 台诚科 结果礼拜四 碰到一个状况 碰到一个大震荡 对不对 大量大震荡 我尽力了 X5毛涨停 然后呢 好像感觉有点生气吧 我都有跟大家讲 我一定会补给你啊 我就补给大家 有没有 然后呢 再请大家 礼拜五 我麻烦礼拜四请大家再打个电话 因为我要带你周末愉快 好不好 那你一定会想 你在开玩笑吗 因为助理报股票代码给你的时候 居然 啊 三五三二 等一下 不就台胜科 对 就是台胜科 亮灯掌停 恭喜大家 周末愉快 再创波段高 故事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问大家 我们恭喜我们全国的会员 全国的观众 如果你有打了电话 进来 如果你不是怀疑的 你说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没有人在跟你开玩笑 我讲股票不用开玩笑 可以买 可以不要买 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把图印好了 各位 来吧 不管下礼拜是怎么样 你的重点是 请你不用挑股票 我再讲一次 不用在自己在那边选 好吧 QR Code 扫描进去 我只会跟你讲 骑兵的标股群 黄标五月天 从四月标到五月 然后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 你今天扫的这个QR Code 我要带你做的股票 是要带你赚大钱 不是带你赚钱 这样 这样大家有了解吗 所以呢 这QR Code一定要扫 拜托各位 为了你的口袋 越来越深 口袋要够深 对不对 QR Code一定要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开始赚大钱 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是中央气象局 吴婉华